4月14日由陆寒及其工作室发起的足球第一课 公益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陆寒和校方共同完成了捐赠仪式 并成功举办了首次线下足球公益活动 身为足球迷的陆寒亲自参与 和20位学生小球员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足球赛 提及与足球的结缘时间 陆寒表示从02年世界杯开始的 我是从02年 02年 对 那是世界杯 从这个世界杯开始爱上了足球 其实这个足球第一课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欢迎认识认识认识 其实这是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 其实吧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叫足球第一课 因为我觉得做任何就是做任何事情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 它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是 对 所以我希望能够我整个通过第一次上这个课 能让它们体会到足球的魅力 能够体会到足球是快乐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足球第一课 应认为好的开始 好的开始 母校领导更是现场透露 学生时代的陆寒 除艺术足球外 在学校篮球方面也很擅长呢 说到陆寒呢 我想呢 这个他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校长都很喜欢拿 积极健康向上 同时呢他在景方面呢 也都很有天赋 我知道的 比方说他在艺术上还有天赋 视频上还留完这一段 我不知道陆寒同学看见没有 一段视频啊 小片啊 就是在组织班里边搞这个 搞这个艺术的演出 陆寒同学的授学很棒 授学很棒 这个 我们的授学老师跟我说 他授学这双面其实是很有天赋的 大家可能知道陆寒那个踢足球很棒 但是大家还有一个不知道 陆寒同学的篮球打得很非常好 真是的 篮球也很好 不管技术好 而且呢身体素质很好 蝉跳很高 居西足球第一课工艺项目 将以提供装备和训练资金的方式 去帮助一些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小朋友 专注工艺正能量满满的陆寒 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